刚刚沉寂下来的气氛 一下子又变得杀意盎然 远处的众人惊骇不已 难道又要打了 此人到底是谁 竟敢叫板王座 齐盛峰淡然说道 本座从来不开玩笑 你实力不错 但还嫩了一些 天下之大 武道之远 永无止境 切记交涉淫逸 这是本座对你的肺腑之言 众人一阵无语 嫩了些 只有李云霄和华神海诸人才知道 他说的是真的 腾光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今日算是长见识了 遇到的人一个比一个狂啊 齐盛峰道 忠言总是逆耳 腾光 眸光一闪 再懒得废话 一指凌空落下 点了过去 喝道 素光 一道巨大的十字悬光 在指尖浮现 疏然展出 方圆千丈之内 化作一片金色之海 无数八掌大小的十字悬光飞了起来 随着那一道巨大的悬光 一起展向其胜风 齐盛峰面色如常 往前踏出一步 身形闪动之下 受到结界之力压制 不断有韧光 从身上反正而起 腾光 瞳孔皱缩 脸上露出凝重之色 一柄大剑 从齐盛峰的手中解封开来 无数龙影腾飞 面目猙獰 正是当日一季之内 于一仙手中那柄龙剑古尘 也被齐盛峰彻底炼化了 剑气舞动之下 结界金光竖然被撑开 齐盛峰周围画出一片独立空间 横空出世 莽昆仑 月尽人间春色 飞起御龙三百万 较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融 江河横溢 人或为鱼鳖 千秋公罪 谁人曾与平说 缓缓的诗盈念出 大剑之外 万龙奔涌 自成一片青涩结界 在世神领域之内张开 剑一飞扬 青涩结界之外 是无数悬光 像是斩斩金灯 又像是一片星夜 龙行鱼也 天地玄黄 万龙躁动 万龙躁动冲出青光之内 涌向那无边星夜 轰隆 两股恐怖之力轰撞在一起 日月倒旋 天崩地裂 远在千丈之外的众人 吓得一退再退 惊恐地望着眼前这片毁天灭地的场景 那人是谁 宁可维也是面带金色 眼中闪动着金光 脸上的神色琢磨不定 好强 好强的力量 竟然和藤光大人不相上下 华神海 何时出了这么一号人物了 宁可云也是惊骇不已 感受着扑面而来的原力波动 满面金融 不相上下吗 宁可维面色凝重 怕是藤光非此人之底 什么 宁可云更是吓了一跳 骇然道 爹 你说什么 这怎么可能 华神海莫名其妙出了这么一号人物 已经极不可思议 还能胜过藤光 那未免太匪夷所思了 他呆滞了一下 随即恍然道 我明白了 藤光大人在之前的战斗中 被那人形傀儡击伤了 宁可维道 这人应该就是上次城内弄出巨大爆炸之人 藤光就算是没受伤 也非此人敌手 此人说的没错 藤光虽然实力不俗 但还是嫩了点 宁可云张大嘴巴 惊得可以塞下一只西瓜了 他虽然不敢 也不愿相信 但父亲的判断 他是从来不怀疑的 只能正正的艰难说道 这 这人到底是谁呀 不仅是他们妇女二人 所有人脑海中都是这么一个问号 满脸惊骇和呆滞 李云霄 我是势在必得 不想死的话 就滚吧 无尽能量波动之中 齐盛风的声音淡淡响起 魁梧身影踏步向前 满身杀气 完全无视那恐怖的冲击之力 肆虐天地 腾光双眸中射出点点寒心 面色沉重如水 双手飞快夹绝 漫天金光一收 在掌心化成金球 无数符纹涌出 他整个身影一闪 化作金光极落 物极原阳 作必上关 化地为牢 齐盛风伸出左手 一支玉笔旋转而出 凌空画影 朱末挥洒之下 单轻吐彩 寥寥数笔 一片光墙 在他的笔下拔底而起 像是铜墙铁壁 哄 腾光一掌轰下 金球在手中旋转不停 恐怖的悬光之力飞斩 将那光墙压得扭曲变形 齐盛风瞳孔微缩 只觉得一股恐怖之力扑面而来 就要破开他的单轻之笔 大喝道 死吧 举起大剑 上面两个巨大的转体 古尘金光闪动 直接斩下 呼 飞起玉笼三百万 万千龙影奔腾 咆哮而去 无数山丘崩塌 大地裂开千百道恐怖的沟壑 一片千疮百孔 腾光的身影 在玉笼冲击之下 砰的一声化作金光 消散在空中 齐盛风 眸光一转 冷冷地说道 不要负于顽抗了 他手中剑势一转 疏然悬疲而下 喝道 万川奔流 一股霸道异常的剑气 冲向四面八方 将整个天空击碎 如同一面巨大的水镜 砰的一声被打碎 化成无数碎片 却依然不见腾光的身影 嗯 齐盛风瞳孔一缩 只见那无数碎片之中 出现了无数的珠子 仔细凝望过去 每一颗上面都刻有阵符 像是漫天冰雹洒落 一下子便将它置入其内 天际之上 缓缓浮现出无数金光 慢慢幻化成藤光的模样 足有百丈之高 面色冰冷地凝望而下 韩生说道 尝尝我的诸天时地 如意阴雷火震 那巨大的金影双手掐绝 漫天阴雷火珠 一下涌动起来 在齐盛风周身 结成大阵 足有百亩之广 齐盛风脸色大变 一种极为不好的感觉 涌上心头 大喝一声 手中见势一次 顿时劈裂虚空 想走 晚了 那虚空中涌出诡异的金芒 竟然像是一堵无形的墙 将裂缝补住 齐盛风瞳孔一缩 猛地转身 剑势一回 倒刺在大地之上 一股剑一散开 化作阵势 随后大喝一声 献出三头六臂法相 六臂同时掐绝狂舞 一道道结界之力打出 周身顿时画出道道近光 身影一下子变得恍惚起来 所有舞者大害 都感受到了极度的危险 心中涌起恐惧 纷纷朝着远处顿走 李云霄一下子 顺移到了江若斌等人的身边 大喝道 走 几道人影 在他的顿光包裹之下 顺移百里 随之一起破空的 还有那寻天斗牛 也从布老山的镇压当中 冲了出来 还有一团铁球 正是自行愈合的葫芦小金刚 还在慢慢的恢复当中 不成人形 唐欣看见李云霄众人离去 心中一急 但此时处于危机时刻 也顾不得那许多了 如此恐怖的急招之下 一个不慎就可能是粉身碎骨 宁可云在远处惊呼道 爹 这急招 那 那李云霄要跑了 宁可为 沉声道 没事 整个时空规则 都被这两人打乱了 走不了 我担心的是 此地离红月城并不太远 千万不要波及过去 宁可云一惊 足有数千里之遥 不可能波及到吧 宁可为 目光清冷道 这谁知道呢 长空之上 那金光化成的藤光虚影 双眼变得异常锐利 扬起盖天大手 猛地拍下 掌心一个巨大的符文 瞬间化作百丈 亿万英雷火珠 瞬间躁动 猛然爆开 哄 真正毁天灭地之力爆发出来 四级瞬间崩塌 整个苍穹陷入一片黑暗 齐圣风周身的光芒 支持了刹那 便淹没下去 被无尽黑暗吞噬 日月无光 远处的舞者 还在拼命逃亡 却突然空间逆转 所有人一下吸入进去 身影在这片巨大的 能量漩涡周围 时影时线 被甩得晕头转向 一些实力较弱的舞者 更是受不住 这空间挤压之力 当场暴体而亡 软红玉和姜若梅 也陷入其中 当场喷出血来 一脸苍白之色 突然一道人影闪动 双掌拍下 顿时一股结界散开 将他二人护入其内 怡春大人 软红玉一惊 随即感动道 谢谢大人 傅怡春脸上 闪过羞愧之色 切莫言谢 折杀我了 软红玉忙道 大人可有见到弱冰 他不会有事吧 傅怡春摇了摇头 未曾看见 但我看见 李云霄 带他走了 应该没事 软红玉 这才将心放了下来 事到如今 他只求两个女儿 平安即可 其他的一概不响了 那恐怖的能量波动 在天空和大地之上 扫荡了足足斩茶功夫 才渐渐地消散下来 整个大地上 目光所见之处 山丘尽数被削平 一个偌大的天坑浮现 深不见底 透着丝丝寒气 数千丈之外的空间中 一个个舞者被震了出来 全都是脸色发白 露出骇色 这便是封号五帝的实力吗 如此恐怖的招数 完全就是毁天灭地呀 不仅如此 那天边原本耸立着的 十一只深海巨兽 身影也渐渐地变得淡薄起来 慢慢地一支支消失不见 李云霄也从错乱的空间之中 冲了出来 脸上极度发白 之前的消耗太大 还未恢复 又受到这般冲击 直接震伤了内府 眼里闪动着利色 江若冰等人 以尽数被他收入戒神杯中 此刻截然一人 逃起来也极为方便